在中国农历虎年春节到来之际 我驻外使领馆纷纷通过举行 线上新春招待会等多种形式 与驻在国各界人士 华侨华人 留学生代表等 共庆新春佳节 30号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虎虎声威庆新春冰雪绽放 迎冬奥春节招待会在线上举行 中国彩灯展和春节文化周 中美大熊猫过团圆年 冬奥畅响之欢乐冰雪等精彩节目相继上演 多位美方嘉宾参与线上活动 并送上新春祝福 近日 驻美使馆还组织了 中美青年新春云端联欢会 迎新春庆冬奥 大家一起嗨全美桥节活动等 掀起一波欢庆虎年春节的高潮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 刘俄学子以及俄罗斯友人等 近日齐聚云端 送上虎年祝福 俄罗斯民众还通过节目 表达了对北京冬奥会的热切期待 亲爱的朋友们 直此新春佳节之际 我仅代表康德波罗的海联邦大学 向大家致以诚挚的祝福 祝你们身体健康 蒸蒸日上 万事如意 中国驻柬柬埔寨大使馆全体馆员 通过剪窗花写春联的方式 喜迎春节 共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新春快乐 中国驻斐济大使馆 也在春节之际向全国人民拜年 同时 谢谢大家